红楼梦 第114回 王熙凤 立幻反金陵 真英家 蒙恩还玉雀 幽土笑谈 制作 却说 宝玉宝钗听说凤姐病的危急 赶忙起来 丫头屏竹伺候 正要出院 只见王夫人那边打发人来说 连二奶奶不好了 还没有厌气 二爷二奶奶且慢些过去吧 连二奶奶的病有些古怪 从三更天起到四更时候 连二奶奶没有住嘴说些胡话 要传要叫的 说到金陵归入侧子去 众人不懂 他只是哭哭喊喊的 连二爷没有法 只得去胡了传教 还没拿来 连二奶奶喘着气等呢 叫我们过来说 等连二奶奶去了 再过去吧 宝玉道 这也急 他到金陵做什么 席人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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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和宝玉说道 你不是那年做梦 我还记得说 有多少册子 不是连二奶奶也到那里去吗 宝玉听了点头道 是啊 可惜我都不记得那上头的话了 这么说起来 人都有个定数的了 但不知林妹妹又到哪里去了 我如今被你一说 我有些懂得了 若在做这个梦时 我得细细地瞧一瞧 便有未卜先知的份了 席人道 你这样的人可是不可和你说话的 偶然提了一句 你便认起真来了吗 就算你能先知了 你有什么法 宝玉道 只怕不能先知 若是能了 我也犯不着为你们瞎操心了 两个正说着 宝钗走来问道 你们说什么 宝玉恐她盘结 只说我们谈论凤姐姐 宝钗道 人要死了 你们还只管议论人 就年你还说我咒人 那个签不是硬了吗 宝玉又想了一想 拍手道 是的 是的 这么说起来 你倒能先知了 我索性问问你 你知道我将来怎么样 宝钗笑道 这是又胡闹起来了 我是救她求得签上的话混解的 你就认了真了 你就和行妹妹一样的了 你施了欲 她去求妙玉伏击 批出来的众人不解 她还背地里和我说妙玉 怎么前知 怎么参禅悟道 如今她遭此大难 她如何自己都不知道 这可是算得前知吗 就是我偶然说着了二奶奶的事情 其实知道她是怎么样了 只怕我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呢 这样下落可不是虚淡的事 是信得的吗 宝玉道 别提她了 你只说行妹妹吧 自从我们这里连连的有事 把她这件事竟忘记了 你们家这么一件大事 怎么就草草的完了 也没请亲换友的 宝钗道 你这话又是瘀了 我们家的亲戚 只有咱们这里和王家最近 王家没了什么正经人了 咱们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 所以也没请 就是脸二哥张罗了张罗 别的亲戚 虽也有一两门子 你没过去 如何知道 算起来 我们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不多 好好地许了我二哥哥 我妈妈原想体体面面地 给二哥哥娶这方亲事的 一则为我哥哥在间里 二哥哥也不肯大办 二则为咱家的事 三则为我二嫂子在大太太那边推苦 又加着抄了家 大太太是苛刻一点的 她也实在难受 所以我和妈妈说了 便将将旧旧地娶了过去 我看二嫂子 如今倒是安心乐意地孝敬我妈妈 比亲媳妇还强十倍呢 但二哥哥也是极尽富道的 和湘灵又甚好 二哥哥不在家 他两个和和气气地过日子 虽说是穷些 我妈妈进来道安逸好些 就是想起我哥哥来不免悲伤 况且常打发人家里来要使用 多亏二哥哥在外头帐头上讨来应付他的 我听见说城里有几处房子已经点去 还剩了一所在哪里 打算着搬去住 宝玉道 为什么要搬 住在这里 你来去也便宜些 若搬远了 你去就要一天了 宝钗道 虽说是亲戚 到底各自的稳便些 哪里有个一辈子住在亲戚家的呢 宝玉还要讲出不搬去的理 王夫人打发人来说 连二奶奶咽了气了 所有的人多过去了 请二爷二奶奶就过去 宝玉听了 也长不住跺脚要哭 宝钗虽也悲欺 恐宝玉伤心 便说 有在这里哭的 不如到那边哭去 于是 两人一直到凤姐那里 只见好些人围着哭呢 宝钗走到跟前 见凤姐已经停床 便大放悲声 宝玉也拉着假脸的手大哭起来 假脸也重新哭泣 平儿等阴见无人劝解 只得寒碑上来劝止了 众人都悲哀不止 假脸此时手足无措 叫人传了賴大来 叫他办理丧事 自己回名了假政去 然后行事 但是手头不济 诸事拮据 又想起凤姐素日来的好处 更加悲哭不已 又见乔姐哭得死去活来 越发伤心 哭到天明 即刻打发人 去请他大舅子亡人过来 那亡人自从王子疼死后 王子圣又是无能的人 任他胡为 已闹得六亲不赫 金之妹子死了 只得赶着过来哭了一场 见这里诸事将就 心下便不舒服 说 我妹妹在你家 辛辛苦苦当了好几年家 也没有什么错处 您家该认真的 发送发送才是 怎么这时候 诸事还没有齐败 假脸本与亡人不睦 见他说些混账话 知他不懂得什么 也不大理他 亡人便叫了他外甥女儿 乔姐过来说 你娘在时 本来办事不周到 只知道一味地奉承老太太 把我们的人都不大看在眼里 外甥女儿 你也大了 看见我曾经沾染过 你们没有 如今你娘死了 诸事要听着舅舅的话 你母亲娘家的亲戚 就是我和你二舅舅了 你父亲的为人 我也早知道的了 只有宠别人 那年什么犹疑娘死了 我虽不再惊 听见人说花了好些银子 如今你娘死了 你父亲倒是这样的将就办去吗 你也不快些 劝劝你父亲 乔姐道 我父亲巴不得要好看 只是如今比不得从前了 现在手里没钱 所以诸事省些是有的 王仁道 你的东西还少吗 乔姐儿道 旧年超去 何尝还了呢 王仁道 你也这样说 我听见老太太又给了好些东西 你该拿出来 乔姐又不好说父亲用趣 只推不知道 王仁便道 哦 我知道了 不过是你要留着做嫁妆罢脸 乔姐听了 不敢回言 只气得哽咽难鸣地哭起来了 平儿生气说道 就老爷有话 等我们二爷进来再说 姑娘这么点年纪 她懂得什么 王仁道 你们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 你们就好为王了 我并不要什么 好看些也是你们的脸面 说着 赌气坐着 乔姐满怀的不舒服 心想 我父亲并不是没情 我妈妈在时 舅舅不知拿了多少东西去 如今说的这样干净 于是便不大瞧得起她舅舅了 岂知王仁心里想来 她妹妹不知攒积了多少 虽说抄了家 那屋里的银子还怕少吗 必是怕我来缠他们 所以也帮着这么说 这小东西也是不中用的 从此 王仁也闲了瞧见了 甲脸并不知道 只忙着弄银钱使用 外头的大事叫来大半了 里头也要用好些钱 一时实在不能张罗 凭而知她着急 便叫甲脸道 二爷也别过于伤了自己的身子 甲脸道 什么身子 现在日用的钱都没有 这件事怎么办 偏有个糊涂行子 又在这里蛮缠 你想有什么法 凭而道 二爷也不用着急 若说没钱使欢 我还有些东西 就您幸亏没有抄去 在里头 二爷要就拿去当着使欢吧 甲脸听了 心想难得这样 便笑道 这样更好 省得我各处张罗 等我银子弄到手了 还你 平儿道 我的也是奶奶给的 什么还不还 只要这件事办得好看些就是了 甲脸心里道 着实感激她 便将皮儿的东西 拿了去当前使用 诸凡事情便与平儿商量 秋童看着 心里就有些不甘 每每口角里头便说 平儿没有了奶奶 她要上去了 我是老爷的人 她怎么就越过我去了呢 平儿也看出来了 只不理她 倒是甲脸一时明白 越发把秋童闲了 一时有些烦恼 便拿着秋童出气 行夫人知道 反说甲脸不好 甲脸忍气 不提 再说 凤姐停了十余天 送了遍 甲正守着老太太的笑 总在外书房 那时清客相公 渐渐地都辞去了 只有个成日新 还在那里 时常陪着说说话 提起家运不好 一连人口死了好些 大老爷和真大爷 又在外头 家计一天难四一天 外头冬装地母 也不知道怎么样 总不得了呀 成日新道 我在这里好些年 也知道府上的人 哪一个不是肥脊的 一年一年都往他家里拿 那自然府上是一年 不够一年了 又添了大老爷 真大爷那边两处的费用 外头又有些债务 钱又破了好些财 要向衙末里鸡贼 追赃是难事 老师翁若要安顿家事 除非传那些管事的来 派一个心腹的人 各处去清查清查 该去的去 该留的留 有了亏空 这在精手的身上陪补 这就有了数儿了 那一座大的园子 人家是不敢买的 这里头的出息也不少 又不派人管了 那年老是翁不在家 这些人就弄神弄鬼的 闹得一个人不敢到园里 这都是家人的病 此时把下人查一查 好的使着 不好的变脸了 这才是道理 贾政点头道 先生你所不知 不必说下人 便是自己的侄儿也靠不住 若要我查起来 哪能一一亲见亲至 况我又在福中 不能照管这些了 我素来又见不大理家 有的没的 我还摸不着呢 成日星道 老师翁最是人德的人 若在别家的 这样的家计就穷起来 十年五载还不怕 便像这些管家的药 也就够了 我听见 世翁的家人 还有坐支线的呢 贾政道 一个人若要拾起家人们的钱来 便了不得了 只好自己减省些 但是册子上的产业 若是时有还好 生怕有名无实了 成日星道 老师翁所见即逝 晚上为什么说要查查呢 贾政道 先生必有所闻 成日星道 我虽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 晚生也不敢言语的 贾政听了 便知话里有音 便叹道 我自祖父以来 都是人后的 从没有刻薄过家人 我看如今这些人 一日不似一日了 在我手里行出主子样而来 又叫人笑话 两人正说着 门上的进来回道 江南真老爷到来了 贾政便问道 真老爷进京为什么 那人道 奴才也打听了 说是蒙圣恩起父了 贾政道 不用说了 快请罢 那人出去请了进来 那真老爷 即是真宝玉之父 名叫真英家 表自有忠 也是金陵人士 功勋之后 原与贾府友亲 速来走动的 因前年挂物 集了职 动了家产 金玉主上 眷念功臣 赐还侍职 刑取来京必见 知道贾母心丧 特被祭礼择日到祭陵的地方拜殿 所以先来拜望 贾政有福不能远接 在外书房门口等着 那位真老爷一见 便悲喜交集 因在至终不便行礼 便拉着了手续了些 阔别思念的话 然后分宾主坐下 献了茶 彼此又将别后事情的话说了 贾政问道 老秦翁几时必见的 真英家道 前日 贾政道 主上龙恩 必有恩御 真英家道 主上的恩典 真是比天还高 下了好些旨意 贾政道 什么好旨意 真英家道 近来月寇猖獗 海江一带小民不安 派了安国公征缴贼寇 主上因我熟悉土江 命我前往安府 但是吉日就要起身 昨日之老太太先士 紧被半箱置灵前拜殿 绍紧微臣 贾政急忙叩首拜谢 便说 老秦翁几此一行 必是尚未省心 下安离树 承栽莫大之功 正在此行 胆地不克侵赌其才 只好摇灵捷报 现在镇海统治是帝舍亲 会食物网清照 真英家道 老秦翁与统治是什么亲情 贾政道 帝那年在江西梁到任时 将小女许配与统治少君 节礼已经三彩 因海口案内未清 既以海寇俱间 所以阴信不通 帝身念小女 似老秦翁安抚士郡后 拜肯便终请为一事 帝级修术行凡 遵纪带去 便感激不尽了 真英家道 儿女之情 人所不免 我正在有奉托老秦翁的事 日蒙圣恩照取来经 因小儿年幼家下伐人 将贱卷全带来经 我因亲献迅速 昼夜先行 贱卷在后缓行 到经上须时日 弟奉旨出经 不敢久留 将来贱卷到经 少不得要到尊府 定教小犬叩见 如可禁教 欲有因事可图之处 望起留意为感 贾政一一答应 那真英家又说了几句话 就要起身 说明日在城外再见 贾政见他是忙 靓难在做 只得送出书房 贾连宝玉 早已伺候在那里带送 因贾政未教 不敢善入 贾英家出来 两人上去请安 贾家一见宝玉 呆了一呆 心想 这个怎么甚向 我家宝玉 只是浑身搞素 因为至亲九阔 爷们都不认得了 贾政芒指甲脸道 这是家兄名社之子 脸二只 又指着宝玉道 这是第二小犬 名叫宝玉 赢家拍手到齐 我在家听见说 老秦翁有个贤玉生的爱子 名叫宝玉 因与小儿同名 心中甚为罕易 后来想着 这个也是常有的事 不在意了 岂知今日一见 不但面貌相同 且举止一般 这更齐了 问几年纪 比这里低歌儿 略小一岁 贾政便因提起成熟包拥 问几令狼歌儿 与小儿同名的话 竖了一遍 因家因主义宝玉 也不暇 问几那包拥的得妥 只连连地称道 振振罕易 因又拉了宝玉的手 极致引起 又恐安国公 起身慎诉 急需预备长行 勉强分手徐行 贾连宝玉送出 一路又问了宝玉好些的话 极致登车去后 贾连宝玉回来见了贾政 便将英家问的话 回了一遍 贾政命他二人散去 贾连又去张罗 算明凤姐丧事的账 宝玉回到自己房中 告诉了宝钗 说是 常提的真宝玉 我想一见不能 今日到先见了他父亲了 我还听得说 宝玉也不日要到京了 要来拜望我老爷呢 又人人说和我一模一样的 我只不信 若是他后儿到了 咱们这里来 你们都去瞧去 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 宝钗听了道 哎 你说话怎么越发不留神了 什么男人同你一样都说出来了 还叫我们瞧去吗 宝玉听了 知识诗言 脸上一红 连忙的还要解说 不知何话 下回分解 红楼梦 第114回 王熙凤 力换返金陵 真英家 蒙恩还玉雀 幽图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